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儿是我们周氏家族最大的一挂山 总共有七个墓地 实在不止七个 因为其他未够年税 或者有些出隔旅 已经在另一个家族的散份 周站潮是前香港辅助警察队的总监 六七暴动期间 他是港岛区的交通警督察 当年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左派投擲的土制炸弹炸伤 事件轰动一事 而他的爸爸就是出身名门望族 第一个获得终身议员名称的华籍人士 周俊年 我最记得初初第一个 我都知道你喜欢做这样的事 经常穿制服 又说做童子军 又经常没有枪弄炮 危险当然有 你好自为之 不过都好的 一定好 因为你为香港的市民服务 这儿就是第一挂山 就是周少奇的墓 和周少奇的母亲 就是我的太马 我爷爷的墓 这个墓炉就是 现在就没什么用的了 不过我们就一样是这样 清洁了他每次上来 数墓数墓上来清洁一下 周暂潮是周永泰的增孙 周永泰组织东莞 作为十九世纪的中业 就来到香港发展 他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 经营结婚丧祭的用品 后来又经营金银首饰业 由于经营有道而致富 他在东莞来香港的时候 他最先就是做一些嫁娶 或者甚至是那些人做一些喪事 他就办喜和喪的工作 就是旧时结婚 台花桥那些也是他搞的 或者是祭祀的时候 那些人过身也是他做的 他第一统金就是在这方面找回来的 周永泰是一个很有软健的父亲 他有三个儿子 他看到当时香港的中外交通商务繁星 识得中英文尤其重要 于是他就要三个儿子 学习中西文化和语言 身为大儿子的周少奇 学贯中西 为他日后在商界发迹 垫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爷爷以前在黄隐书院读书 那时候我听过他的同学 就是河东地那一班 他们说我读书了 因为他识英文 所以他8月之后 在香港政府旧时叫船头官 我经常听说 船头官即是现在marine department 即是海事署 在那里做chief clerk 因为他识英文 那时候那些洋人就很借重他们 所以认识很多船家 海上生活的人 还有有洋船的人 他就在这一方面 就很多发展了 周绍奇虽然从商 但是都热心社会公益 经常捐迷赈灾 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加上在商界有卓越的成就 1903年获封为太平新市 并且三度获得港英政府委任为定例局 即是立法局的议员 后来就离开了船头官 我听说他就自己出来从商 因为认识很多这些海上的人 他最先是做船业的 做船业之后 又是他找到第一桶金 就发展他自己的本人的事业 当然那些人说他很喜欢做公益的事 政府就委任他做定例局 当时叫做立法行政局的议员 周绍奇有四位妻妾 一共养育了18个子女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大家庭 他晚年的时候 将家族大部分的业务 都交给儿子周俊年打理 周绍奇打算一心安享晚年 可惜做物弄人 1925年5月27日台风集港 周绍奇的家伙普庆芳发生山泥倾石 结果他和太太、子女、媳妇、孙 一共11人 在这次意外里面不幸身亡 是一个家族最不幸的发生的事 也是为了做了香港的典故 刚才你说了1925年 就垃屋 为什么会垃屋呢 就是落大雨 山泥步伐地垃下来 落雨的大石垃下来 一辣屋保健房都垃下了 我爸爸听见铃铃铃铃 在他睡床的海边 一听见铃铃铃铃铃 不对路了 就垂下那张大的宣支台 逃离了大难 其他人全部都宅死了 当时有十一座棺材 即是大人不计小孩 一起出殯 周站潮的爸爸周俊连 很幸运地避过这一劫 当年行传生还的人 还有现在周氏家族的掌门人周丽霞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姑姐 周丽霞女士 我们叫她掌门人 因为最年长她的 她今年都89岁了 我姑姐她七八岁的时候刚刚垂屋 她是其中一个生患者 在她之前见过我爷爷 那么小时哪知道这么多东西 去到那些人找我们出来 就去了东华医院 1914年周俊连在英国 由于周俊连着实在社会上面声明显黑 因此成为很多商家拉拢合作做生意的对象 有一次她在朋友的游说之下 出任了广东信唐银行的挂名董事长 银行将周俊连的照片挂了出来 作为生招牌 吸引了不少市民去存款 1965年银行由于贷款过速 资金回笼出现问题 结果发生擠题 当年的五月银行被清盘 成千上万小存获的存款 血本无归 更加有市民因此而自杀 每间银行都摆了几张照片 说董事局主席周俊连着事 那些人因为他的关系 存钱在银行 直至后擠题 他就叫家所有人都出动 园丁、司机、工人 每天就去排队擠提勞管阶级 拿那些传摺来看看有多少钱 他自己就银河包给了人家 本来这些事实在不需要做 不过我想他良心的问题 我觉得他耿耿于怀 很难过 我想如果他不是港澄大这件事 我想他还长多个几年病吧 周暂潮说 爸爸虽然在外国接受教育 但是在一些生活的琐碎时上 就仍然很传统 好像衣着方面 爸爸更加关切中国的传统 无论出席什么场合 都是穿着长衫 洋人就在香港级见面 吃饭 你知道他穿着长衫 有时拿着公民 他进了去香港会 想上楼的时候 香港会的僱员就说 你们这些仆人要走后面 他们都要上三楼 用着公民袋 然后他要自己表现 表白身份 还有上面有些人来说 他是谁 才让他进去 周暂潮说 爸爸的传统思想 还应用在管教他们 几不低的身上 是的 他们当时我就不知道名字 但我经常听我父亲说 他以前叫阿威孙 阿威孙 是读波波齿出身的 他们当时 读完几年波波齿 然后才进入姓氏 中学毕业之后 当然中学已经是读英文 才是放羊 去博国读书的 至于我们都是 小时候 一直都是 家里有个 我们叫做老师 老师也是 以前是波波波齿出身的 我们都是 唐诗 古文 小时候都是大学的 那本书叫做大学 不是说 读大学的意思 变成了 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都是每逢暑假 见同学暑假有得玩 我们暑假没有暑假放的 我父亲也是叫过 那些 以前叫波波齿的老师 回来和我们 补习 古品亭注 唐诗三伯手 四书五经 都在那时学回来 那变成了 我们要写字 每天 有临大字 九公甲临大字 周站朝的家 收藏了不少红酒 他笑着说 这是秉承家族的 另外一个传统 他的唯一嗜好就是 杯中文 就是喝酒 都有很多笑话 在中環 喝了两杯 扶着铁栏 一路走 怎知道去到铁栏 那里两个位置 刚刚两个铁栏 开的 他要摸摸 咦 中了海 在花园道和罗变神道交界 即是现在的动植物公园对上 几十年前 有一座西班牙式的古老大屋 今天已经改建成为一栋多层的住宅大厦 不过当年 这间大屋被视为香港的地表之一 多位港督 官商名流 以及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都曾经是这间屋的客人 这间大屋的主人 就是周晋年着士 葛亮雄都是跟我父亲最好朋友的 就是常常来我们家 父亲和港督 常常都是走到楼花园 聊聊天 一会儿他去港督府 一会儿有港督 就上来跟他聊聊天 那些很密切的 见面很多 我们小时候 都不妨礙你刚才说是葛亮雄 说是从政 但是就常常和官商都会议 说话都是在这里的 我们以前在这里出生的 改变回来 个个都搬回来这里住 现在还是我们住了 就是楼上楼下 就是时常见面的 比较其他大家族 就是大家搬开了 就不同了 当时还是西班牙别墅 大屋 就在这里出生了 接着我们就 后来就跟着爸爸一起 就搬了去 我们的政府警察宿舍 搬到警察宿舍 就在那边长大 但我记得小时候 都经常回来这里 探爺爺爺妈妈 然后有很多花园 很多工人 一个大别墅 就是有这样的记忆 很大的 经常来玩的 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住在一栋楼里面 兄弟姐妹全部 要是在上面 要是在下面 要是在下面 上一代最老的 我想我们叫掌门人 都在这里住 最先就是我们 常常见面的 当然出入坐升职 一起 那时那时 生忌死忌 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过年那时那时 我们又有 英文说 Potluck 我们就每一伙人 自己煮一个菜 就是去掌门人家 大家见面 聊聊天 那这个其中一个特色 因为虽然下一代 每个都是放羊 在我读书 但我们回来 就是以我们 传统的方式 就是要叫人 阿叔阿伯 阿叔阿嬸 全部都要 就是一样 是叫以前的方式 就算是有些外籍的 都没有说 Uncle Peter 那样 当然叫六叔 六嬸 那样 周暂潮的大仔 周家豪 是周永泰 第五代的后人 他说家族大部分成员 都留学海外 接受西方教育 不过 仍然坚守中国人的 传统和礼教 他说到他这一代 都会继续延续 家族这个传统 爸爸刚才说 字字很重要 例如我们的节日 不管自己 去哪里出差 或者怎么忙 那些大的智人 一定要记住 要回家 不回家 就知道 好像对不起家 或者对不起家人 我想他 爸爸和我们的叔伯 也有这样的 他经常都说 三哥说什么 七叔说什么 太宫的事 更加会经常吃开饭 会提起 说回这个故事 提醒我们 所以家庭观念是很重的 周暂潮说 为了给下一代 知道周氏家族的历史 因此他也坚持为家族 写族 他认为每个人 都应该神众最远 不能够忘本 我们的家里 一路传后传下来 就是有 族谱 家谱 和家谱的传后录 那这三样东西 怎样分呢 族谱 当然就是 由我们的开山祖 周廉溪 开始一路传下来写 刚刚就写到我爷爷那代停止了 我爷爷那代开始写的 就写家谱 说到周氏家族 不能不提周石年着事 他的爸爸周卓凡 是周永泰的第三个儿子 周石年和周晋年是唐兄弟 二次大战后 经营牛奶公司 而为港人所熟悉 周启邦就是周石年着事的第二儿子 他在英国留学 修读法律课程 回港之后开设了律师行 对于祖父周卓凡的事迹 都是从长辈的口中得知 他年轻的时候 我爷爷又上过京考过史 但当然不是考到 藏原探花那些 但也有一个中等的奖状 他又说 你听他过年 什么大喜庆事 有一套礼服是清朝赏给他的 他在海关做一种登记船的 里面的入口证书 那我的陆姑掌教给我听 爷爷年轻很清廉 如果做这个份工的人 很容易可以 赚很多不见得光的钱 但他也没有这么做 他很清廉 照样没有做些事是违背良心的 周启邦的爸爸周石连 1923年 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 就去了伦敦大学深措 回香港 曾经担任香港大学的眼科学院 并且兼任政府医院的眼科医生 成为全香港第一个眼耳鼻喉科医生 周启邦说 爸爸的英文相当好 例如有时我们写家书分 串错英文字 他很厉害的 一个很小的人 去了英国读书 又去维也纳 在英国读书 他拿个字典 普通你问他的字 他拿个识串 那些字很深 他告诉你怎么办 好像本末生生的字典 周石连着事在1949年 先后获得委任为行政局 和立法局的非官首议员 1960年更获得英国班寿着事分合 在他行医期间 对于一些贫困的病人 都会着情减收或者面受陈禁 对周启邦来说 爸爸的医务所 亦是他拥有很多回忆的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鼻塞塞鼻 我爸爸是眼耳鼻砖 我记得我去到 他就帮儿子来 预备针和他打 我当然是走 他们捉着我 他走这边 走这边 他说我给你五元 你别动 我为钱买糖 吃 我拿不动 他就收五元 医生给钱我来打针 那就是我自己的爸爸 注重教育和中国传统礼教 是周氏家族一向的传统 周启邦的爸爸 周石连着事也不例外 他对中国传统礼教非常重视 虽然我自己很信天主教 因为我从小在英国 就是在天主教学校那里长大 在那里读了好几年 但是如果我回到周家 他们过时过节要拜祖先 我都一样很遵循他们的礼教 拜祖先 一样是斟茶 跪下 恭喜老爷奶奶 他们都很开心 周氏家族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 家族成员接受西方教育 但是又确守中国传统礼教 要延续大家族的传统 维系大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 正如周站潮所说 成员之间要团结 所以我经常说 我太公很本事 我爺爺很本事 甚至我爸爸也很本事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成功故事 爸爸以前经常说 行行出狀元 不管你是进入什么界 你本身有自己的成功故事 亦都贡献到那个家族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个所谓盛州 周氏家族里面 每一个家族的成员 应该都很努力 在他们自己的行中 想出头做一个业绩出来 我本人还有很大条路要走 很大条路要走 爸爸就退休了 我们或者同妹妹 还有一段路要走 希望我们将来 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可以让爸爸写入族铺 家族里面 将这个成功的故事 继续延续下去 水和田在他的镜头之下拍摄出来的相片 曾经奪得多个国际奖学 不单是香港 在国际艺术界同样享负性命 不过他拍出来的相片 不只是为了要奪奖 又或者是个人名声 而是希望用艺术 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想知道水和田 对现在本港艺术发展有什么看法 请留意下一集 香港白人水和田